好,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如這個圖 三角形ABC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是等腰 也就是說這兩個角度會一樣 然後這個三角形也是等腰 這兩個角也會一樣 好,各位朋友他說 而且 ABC跟BD是垂直的 那他現在要你求什麼呢? 這兩個角相加是多少 好,這怎麼做? 我的角色,這個叫角1 這叫角2 角1加角2是等於角C 這個的話叫角3 這叫角4 角3加角4等於角D 好,那我們先來看 這四個角相加1,2,3,4 加起來會等於180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角加起來是90 因為這個是直角 三個加起來是180 這是94 所以剩下這兩個也是90 也就是說 然後這個是90度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是90 有一個角C 角C 角C 角C加角1 好了 角C加角1 角C加角1 這是90 加上多少 加上的角D加角4 加角4 這個兩個是90 這個是90 加起來是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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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角1 角1跟角4的話等於多少 這個角1的話等於多少 等於是角C減到角2 角C減角2 這個角4是等於角D減角3 角D減角3 所以呢 左邊這個 這變成角C加角D 那減到多少呢 角2加角3 這個是等於吧 180 我剛剛搞錯了 這個加這個是90 這90 所以加起來是180 180 180度 所以這個是180度 那角3加角4也是90 為什麼 因為這是90 這個也是90 所以我就會想 這有兩倍的角C 兩倍的角D 所以這兩倍的角C加角D 所以兩倍的角C加角D 等於多少 180加90是270度 所以我就會想到角D 角C加角D 270 270 除越的話是130度 所以答案是130度 所以答案是130度 所以答案是130度